虽然在本赛季开局阶段踢得相当糟糕 但是纽卡斯尔连逐渐找回了状态 赢球的节奏一发不可收拾 在欧冠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中 喜鹊纽卡斯尔连4比1大胜巴黎圣日尔曼 展示了他们的雄心壮志 这是两只土豪球队之间的对决 双方投资方分别来自沙特与卡塔尔 因此含金量颇高 大巴黎不用说了 本场比赛排出超豪华阵容 主教练恩里克不仅派出了姆巴佩 穆阿尼和登贝来法国三叉几 而且还觉得不够 让姆巴佩后撤 在中锋位置上又安放了近期状态火爆的拉莫斯 这样犀利的攻击线 在本赛季的五大联赛中 也就黄马和曼城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而纽卡斯尔连虽然同样富裕 但是球队的舰队理念与大巴黎有所不同 他们只选队的不买贵的 因此主力阵容中没有全世界超一流球星 但都是特别能打的实用型人才 最大牌的也不过是连AC米兰都舍得放弃的托纳利 本场比赛可以看出纽卡斯尔连的确齐高一招 比赛进行到50分钟时 纽卡斯尔连已经3比0领先 他们主动放弃了控球权 追求更高效的进球方式 尽管大巴黎控球率达到73% 攻击线有四大前锋 但是后院失火 让姆巴佩他们顾头不顾尾 纽卡斯尔连近期状态恢复得相当不错 此前刚在联赛杯中赢了曼城 现在又大胜巴黎圣日尔曼 欧洲最土豪的球队 他们一周就赢了俩 欧冠小组赛也出现有望 这支球队能不能给欧洲球队发展 带来一种新模式呢 我们可以持续关注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